所以接下来我到时候会把这个影片再给你们 所以你可以用中英文 那我习惯是用英文的界面这样 那在这里面呢 这个功能很多啦 对于你来讲现在不会马上了解 但我再给你一个概念说 这五题怎么可以把它加总成一个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叫做 这里有一个叫做尺度 尺度有一个叫做 叫做信度分析 那我们点进去信度分析之后 它主要是看它这几题有没有是一样 所以我看我们把2-1到2-5 这五个是同一题嘛 那我们要把它加起来 我们就要去算它 到底它是不是同一个构面 同一个构面是如果它都不一样 那你把它加起来不是误解它吗 就我们之前有谈过啊 你认可你是7分 可是它是1分它是6分 那你们两个可能7跟6是可以加总在一起的 可是你把1加进来它就毁掉了呀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这几个是有信度的 就是一致性的 那我们按确定 它就会跑出一个叫做内部一致性 Reliability 它很简单哦 你看跑出来这边总共五个项目 它的内部一致性叫做0.832 那总共是159笔 那0.832 这样子了解 就蛮简单的 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它的性度是这样 那你就可以再看第二笔 6到12对不对 这个叫做 第一个是主动 第二个是我的体验的事物呢 刺激我的学习 体验不仅 要求我不仅只有听而已 然后这是实用性嘛 具有一个挑战的方式 我觉得此体验学习很有趣 我是一个继续参加此体验的人 这是实用性 让我认真思考 我投入许多的情感 这是Relative 这个是Utility 这个应该是Utility 就是实用性 好 那下面是相关 然后 最后这个是实用嘛 所以这个是主动性 这个是主 这个是实用性 下面是主动 所以这几题是实用性 那实用性我们一样可以把它丢进来 然后 来做一下 性度 然后 那个是 6到 6到12 好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0.853 那这个的标准 大概在70% 这是1到7 如果全部都一样 那就是1 那全部都不一样 就是0 不会全部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 基本上0.7 是我们可接受的性度 好 那这样知道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 在这里有环境相关实用跟主动 那它的平均数是多少 它的标准差是多少 这样子可以表解 舒服的概念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操作一下 那你们在选的时候 在选你们量表的时候 就要确保说 这几个量表 它是有办法去测到这个构面 然后这个是有办法测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等到你们到时候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去看到它怎么测 好 下一个 我们一样可以排序 那排序之后我们会操作给你看 这蛮简单的 你知道 去把平均值排序下来就好了 所以这里有 个人的环境 然后学习海洋学 然后保护海洋 那我再示范一个给你看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操作 像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讲刚刚的一到五题 我要去看二之一到二之五 就是环境的部分 哪一个题目比较高 你也可以这样设 那你就只要在这里 分析 然后序述性统计 功能没有很多 真的没有很多 你会用得到的不超过十个 所以我今天会把这十个操作完 你以后你在论文到毕业 你就这十个而已 所以熟能生巧 第一次你可能都不熟而已 之后你就会很熟 因为我们都跟学生说 你大概要做五十次 就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做 直到你会做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数据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希望老师帮你跑 你自己去跑一次 这东西就是你的 老师帮你跑一次 你根本不知道数据是什么 所以一到五 你就丢进来 对不对 二之一到二之五 那我们在这个选项这边 有一个option 有一个选项 Mint就是平均值 Summary就是加总的意思 Sum就是加总 不是那个认证中古车 是加总 那这边有Standard Standard 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range就是全距 就是最小到最大有多少 variance是变异数 这个是标准差 这两个是一样的 开根号就是变它的 然后这边有分配的风度 风度 那这个我们先不用看 那这边有一个显示的模式 你可以依照变数的顺序显示 或者是依照字母 那我们就依照这个 Descending 叫做平均数的递减 那你就会从最大排到最小 这样了解 所以这些功能你一定用得到 因为你接下来你去算 不管你在用学校成绩 这都蛮简单的 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 好 OK 那你这边也可以储存标准化变数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讲什么 叫做标准化变数 好 那你看2-1到2-5 就是分别这五题 1 2 3 4 5 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这些 这五个题目 谁哪一题勾的比较高 那你就会发现 第一个最小值都是1 最大值都是7 那 第2-3的这一题 它平均是5.74分 那2-2这一题是4.88分 那它的标准差在这里 所以这个都蛮简单的 你就可以去解读说 哦原来2-3 你看 这个体验的环境 能够提高我的学习经验 是最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2-2 是最低的 这个体验过程中 能够出现在真实世界 所遇到的问题 这个部分是最低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解释 每一个题项的内容 那你如果 论文里面你每一题都是解释 哇 它解释完就不得了了 超级多 很多人 你要这样解释也OK 但是我们会把它从 整个构面 就是环境面 整个环境的构面来解释 就是比较环境 比较相关性 比较实用性 这样来比较 OK 好 所以 这个就是你们会看到的 这个数据的部分 好 那 先让你们练习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那个过程 第一个 你可以去按一下信度 然后第二个 请你去把 其他的那个 这几题的排序 你可以做一下 这两个先操作一下 好不好 来 五分钟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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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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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画面 你分享一下你的画面 刚刚这样的速度你听得懂 可以 然后我现在在这 然后在 分析然后需求性统计 对 然后是这个吗 对 然后在选项里面 右边的选项 下面有依照平均数 最下面有依照平均数地减 按确定 然后确定就可以 这样就排序了 可以吗 可以 想要跟佩玲打招呼吗 画面啊 画面在哪 不是 我的荧幕 最近 好 这样子的呀 有人要给你打招呼啦 我怎么看啊 我 因为我没有开那个 看到了 嗨温柔 你的不能开给他看吗 好 你没有安装 你碰到他就会变这样 就会变坏了 因为我们一下后面的电脑 就是我们弄那个主卡 它会有新的系统 对 然后我们就去弄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要控制 所以我必须还没有做电脑就坏了 好 都 这个都OK了吗 我今天先让你知道 够面 我会加总 但当然我们有其他的超过模式 不加总的 我们其他超过模式是 结构 是我们先刷它 一体的 跟它的关系 那个就自打了 那等下的前后 我会再给大家看 就是 如果我一体一体来算 他们一体 讨厌他们一体的不同状况 那这个是 接下来你应该要了解 好不好 我并不会讲 这些都不会太困难 因为这些都是你们基本的知识系 所以不会太困难 那我会想办法 让你能够了解这些东西 那你对于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 当然可以去知道那什么算 放你进去说他在我公司 你要知道怎么算 不要知道怎么算 这都OK 这都在往下 发生什么东西的时候 会谈 但是现在这学期的 研究办法课 重点是让你们了解 最后会采出什么 你才有办法去设计 你要设计成 那我们之前最大的部分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 你会采出什么 然后老师叫你写 然后你就写了 然后你就不知道 他知道什么 对 这个就跟各位在教学 学生的状况一样 好 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先往下 好不好 今天的目的 不是要你们学会这个操作 我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 这些技能 各位你是硕士生 这个技能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你加6000是因为你会这个技能 你会加6000就是硕士加6000是因为你会研究 而不是你有论文 加6000不是因为你有论文 而是你会研究 好吧 请你展现出你会论文的这个 好 那所以现在知道的这个排序 那这边就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跟印 台湾跟印尼的这个资料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谈 今天不会谈这个 好 所以你看到的N就是代表Number就是数量 N就是数量 然后Mint就是平均值 SD就是标准差 好 那就有一个叫做P减定 检定这一组跟这一组中间有没有差异 那它就是比较两个平均数 比较两个平均数 那这就很简单 比较两个平均数 然后比出来之后我们就看 这边接下来大家会看到一个数字叫做SIG 叫做Significant 叫做显著性 好 那显著性在量化里面就非常重要 有听过说 我们这个研究有95%的信赖区间吗 有没有 95%的信赖区间 代表着它的显著性 这个SIG 是低于0.05的 P就是几率嘛 P就是几率 那几率减掉 E减掉几率就是我们的显著性 所以我们显著性如果是0.05 代表着它的几率是95% 如果我们的P是0.01 那代表我们几率是99% 如果我们是0.001 那我们的几率是99.9% 这样的概念了解 所以我们大概就设三个条件而已 E 0.05的P 所以我们都希望P越大越好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嘛 因为P越小我几率就越高嘛 所以我证实这件事情 男生比女生多 这不是看都知道吗 可是因为你那么多嘛 你用普查当然可以 好 我就这样讲好了 我们要去证实 女生的在研究方法的 学习理解力比男生高 这个就有趣了 女生比男生高 那首先我们要去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学习理解力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叫做 每次我做完之后 让你们操作完成的时间 我就来计算 那我累计计算十次 来把每一个人完成的时间 我都记录下来 所以你的学习理解力 你也可以这样算 就是说我今天操作完之后 让同学的操作时间都固定 每一次我操作时间 一完成 他送出 我这边就记录起来 那我就有办法收集 你每个人 每一个任务的时候 完成的时间 那我就算起来 你平均 例如说围龙的平均是39秒 那加珍的平均时间是15秒 然后湿海的平均是20秒 这是算起来十次的平均 那男生呢 就是17秒 15秒 13秒 那总平均算起来 可能男生的总操作时间是27秒 那女生总操作时间是29秒 可是29就比27高吗 你有多少的把握 因为也许是因为湿海 都15秒 可是其他人都超过 都超过27秒 只是因为湿海拉低的平均 所以他就会算平均值跟标准差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说 那女生学校会会不会比男生高 我们就用平均值跟标准差来比较 那我们就可以去算出说我有多少的把握 去讲说男生是会比女生高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平均差 平均值印尼的在体验学习是5.55分 而台湾的是4.95分 这两个相减就是7.37 不是平均差在这里 0.60分 平均差 就是印尼台湾减印尼等于0.60 那我有多少的比例 99.9% 我有99.9%以上的把握 因为最小就到0.11%就没了 我有这一把握是 印尼的体验学习是比台湾高的 所以我就能够支持我的假设 这样子了解 我就有办法去支持我的假设 所以刚刚所谈到的 女生比男生高 我也是一样用这个T减定去算 那这个叫做比较平均数 好 那我来操作一下比较平均数 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数值 是有关于平均数的 类别性的 看一下 好 国家 这里有国家 这里有国家 那你看 国家这里是 这个点下去 就会出现数值跟这个 那之后我就跟你们讲 这个怎么做 像这里 一是代表台湾 那二是代表印尼 对不对 一代表台湾 二代表印尼 那我们来看看刚刚看到的 二自一到二自五 这五题呢 台湾跟印尼会不会有差 那这也很简单 分析 比较平均数 然后比较平均数 比较平均数的 比较一个样本的T减定 独立样本T减定 可以对样本T减定 比较数学成绩跟国文成绩有没有差 例如我这比较第一题跟第二题有没有差 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是第三题特别高 对不对 然后 呃 好 我们来比较两个几题好了 这是二二比较 那我们在比较刚刚的第二题跟第一题 你看比第二题跟比第一题 就两个平均数比而已啦 那这里也可以比第三题跟第二题 那你当然也可以比第一题跟第三题啦 就是两个两个比 那你同时可以配对好几个 那你按 配对之后 那其实就是比两个两个平均数 这个也蛮常用的 数学成绩跟国文成绩哪个比较高 那你就看到 比第一组有没有 这边 呃 第一组的2比1 就像维隆比预写 那平均值标准在这里 标准差在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呃 1比2高对不对 可是我们有多少的把握 我们就要看协助性 所以看这里有没有 我这个有99.3% 99.3的把握是 他比他高 可是这个有99.9 这样子理解 所以这个叫做比两个平均数 就是比A跟比B这两个平均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今天比数学成绩跟国文成绩哪个比较高 可是这个会不会有问题 有哦 因为你平均数比较高 不代表 呃 标准差平均数比较高 不代表 他们的标准是相同 所以我只能看说 这两个的分数 如果是同一标准的状况下 谁比较高 好 头上开始充满问号了 就是比谁高谁低啊 男生的理解力 就要讲 男生理解力跟 男生理解力是一组嘛 女生理解力是一组 所以他就比这两个平均数看谁比较高 OK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是同一个数值 可是他是不同的单位 我们把它拆开 例如 比较平均数 独立样本体检定 这是两个比而已 那下面有一个anoma是三个以上 你如果比三个以上 我们就要用这个 单因子变因素分析 那比两个 你们大概到这里 初阶统计就是到这里 像这里有国家嘛 那我们国家把它变过来 等一下会让你操作这个 国家有要定义 那 主别一 我们第一个是指台湾嘛 那主别二指的是印尼 所以你看 你要先定义他 所以他才会有groups 一二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二三四五 那我只等下两个来比也可以 比如说你有四个组 可是我只比第一组跟第二组 所以你在这边只能比两个组而已 那我就定义好 那接下来我就把 刚刚的二字一到二字五 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这几题我都可以比 一次比 那你是一次放一个也是一样 按OK就好了 那你就看到 第二题的 第二题台湾的是53个 印尼的是100个 那平均值是这个 标准差是这里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台湾的是4.6 印尼的是5.03 然后二字二的是 台湾的是5.15 那印尼的是5.38 这样看得懂吗 这个数字看得懂吗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会看说 那到底这两个有没有差 我们需要 几率来看嘛 那几率就是这里 像他这里有没有 第一组 我们在这里 他有多少的把握 1%-P嘛 86% 对不对 我86%是说第一组 在不同国家 在二字二这一题 上面是不一样 有没有达到显著 没有 因为我只有86% 一般我们要讲 我95%以上的把握 才会讲说 我可以支持 你如果86% 你其实没办法 你说50%算不算 我有一半的把握 今天会下雨 对 因为可能会下雨 一半的几率 有一半的几率不会下雨 那这样讲有没有意义 就没有意义嘛 我今天有一半的几率 来推论说 男生的成绩会比女生好 因为有一半男生 可能会比较好 女生可能会比较好 那这个就没有意义 所以你要95%以上 好 这样子以上 有关于比较平均数 了解 好 来吧 五分钟 大家操作一次 比较平均数 那 其实会做这个 因为你接下来 说 你操作一下 两个 你操作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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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吧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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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的东西大家会往里面 小样的东西 那你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有多人 要做自己以后 然后就讲完就 然后就讲完这个东西 那你能不能够用 但是你能不知道 还有会照的目标 是一等多长一等多长一等多长 他有人对到 我们俩的心理 一眼积是我们的三续级 一语 是这么 一语 我们要先出现 然后 所以P值越大 他的P也越大 只是说这几个图子像我们有在做节目中的表现这个很明显 所以你会写出来那个P值跟那个东西一样的一年就会看出来 那资料都有 所以1.96的583的表现 那P值的比较也不太一样 现在在做这些过程你只要知道说我们接下来的文化也就讲试了 因为我应该去算出这些所谓的华专问题吧 这么多比100个人的数字你总是要去解释他 那解释的方式就是算出他的集中趋势跟比赛的趋势 集中就是比赛的趋势 所以会不会回去看你的全校的成绩也是这样算的 所以你不客人的学生你的学生在看说 这个学生的集中 你去全校成绩来看 那你去做实验的时候 去设计实验 诶 学到实验他的确有差 我们要讲说实验是有效果 那实验是有效果 我们就必须去把实验解释 实验后是不一样 好 可以了吗 有遇到问题吗 好 都走到这一步了吗 我再强调 今天不是要学统计 今天是要让你知道这一些东西 你要怎么去做研究设计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 好 这个呢也很简单 这个东西呢叫做相关系数 你看到这里有没有 一叫做体验学习 二叫做海洋管家精神 三叫做支持环境行为 然后四叫做环境 然后五叫做什么的 这里就很多的这个 那下面一样有n 然后有平均值 然后有标准差 所以这边一跟一是不是 他自己跟自己一定是100% 对不对 那他跟这个 所谓的一就是体验学习跟海洋管家精神 一跟二是72% 你看到72% 后面有没有星星 星星一颗星代表P小于0.05 就是95% 两颗星代表着0.01 99% 三颗星代表着99.9% 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星星来比较 所以我们都最少要有一颗星 才代表着说 我有把握 95以上的把握 是他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那像他这个关系是72% 也就是说 体验学习加1分 那管家精神就会加0.7 这样了解 所以他会有正有负 如果是负的72% 就是他加1分 他就会减0.7 那这个概念一样 那这个是48% 体验学习跟 支持环境行为 当你体验学习多1的时候 支持环境行为 就是多0.48 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0.48 像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探讨 两个之间的关系 例如 多元化素养 跟你的性别认同 会不会有关系 那可能是 多元化素养是1 那性别认同是3 那我就看到说 他们两个关系是0.48 那这个相关系数 也可以计算 也是蛮简单的 所以我就做一次给你看 这个就更简单 在这里分析 然后有一个叫做 correlation相关 那这里有 partial partial的意思是 部分相关 就是控制掉某一些东西 把什么控制掉 那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讲 就是例如说 我今天讲多元化素养跟 你的性别认同有关 会受到什么影响 会受到性别 男女生会不一样 男女生的多元化素养 在那不同 那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吗 用体检认去检测 男女生的多元化素养 跟性别认同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 刚刚的那个体检定去检测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要探讨的 不是这个 我们要探讨的是多元化素养跟 跟那个性别认同的关系而已 我们要把性别的影响因素把它排除掉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partial 就要用排除掉这个 所以你看partial里面它就是 这两个变数它有一个control control for什么 所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把这两个关系把它丢进来 我要看这两个关系 然后我把什么控制掉 对不对 这个是在这里 变数在这里 然后我把国家 国家的差异我就不想 这样管了 我把国家的因素把它排除掉 那我这样也可以做一个相关分析 这个是partial的 那你看它这个 我把国家因素把它控制掉之后 它是第一题跟第二题的关系是0.453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partial的 就是原始的关系 那就是correlation 双相关 这双相关 那我一样第一题跟第二题把它放进来 好 第一题跟第二题放进来 然后那你就可以看到 0.457 好 这样子可以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题找一个比较有关系 好 这里面的第四题 你对海洋科学有没有兴趣 好 跟 你 这个 你对海洋科学有没有兴趣 那我们来看看说 他如果对海洋科学的兴趣 对海洋科学 这是学科吗 对海洋科学的兴趣 跟你 你 的 这一题好了 第一题 有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这样用啊 这个是四自一嘛 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两个关系 你学习海洋科学的兴趣 因为它是四连尺度 跟你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我们来看他们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 又按相关 然后 correlation 双相关 那我们二自一 然后跟一自四的第一题 对不对 这一题嘛 然后我们就看它的相关 那你同时也可以放很多 那我来看说 那 第二第三哪一个跟它有关 我也可以一起放进来 这几题就是这几个 就是 到底学海洋科学 渔业科学生物 还是水産养殖 哪一个兴趣是跟 跟这一题是有关系的 那你按OK 它就有个举证表 所以你就发现说 二之一跟 这里都有关 跟哪一个特别有关 跟 四跟五都特别有关 四跟五特别高 那 四跟五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四跟五是什么 随产养殖跟 海洋运输 它是特别有关系的 这样子可以理解 那如果我们刚刚讲 那我想要把国家运输排除掉 那我就一样 相关 然后 然后 我二之一有什么 那我要看一支四 一二三四 好 那我把国家的因素把它排除掉 然后 我就可以知道 原来还是一样 三支 第四题是最高的 好 来操作一下相关吧 Go 其实快讲完了 就是 请说 对 Pascial的就没有显著了 Pascial它就不会出现 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显著 它只是不出猩猩而已 非常好 它只是不给猩猩而已 可是你看它一样的显著性 对 它一样是有显著性 但是你会觉得 哎 你可以去进去一个 他在这里面就能看一看 这里面的就是 你稍微看一下自己 他从里面就很漂亮 他从里面就很漂亮 对 当你知道什么 做出出后 你就知道 我一直沒得 一直被我碰到 我心中會焦慮 我都不會 我都沒有焦慮 但是你擔心 再往下 回到我們的螢幕 貝婷還OK嗎 目前還OK嗎 還活著 還活著 看操作的出來吧 嗯可以 好 那接下來請看到下面 看著它這個圖就很複雜了 以上就進入所謂的 多變量 那多跟單是什麼意思 變的意思就是它是變數 那我們一般談好單變量 單變量就是我對你的影響 剛剛講的多元化認同 像參與社團 參與社團跟它的參與動機 有沒有 學校風氣跟參與社團 這個叫做一對一嘛 一對一 學校的風氣 它是一個團體的風氣 可是它每一個人都被感染到這個學校風氣 然後參與社團是它個人要不要參與 所以它是個人的 那可不可以變成參與社團風氣 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加起來平均變成風氣 好 那這個是一對一 我們稱為單變量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雙相關有沒有 你加一個參與社團的風氣 加一個標準差 那我增加的就多少 參與社團的動機就增加多少 所以這個學校如果參與社團的 運動風氣好一點 那代表著這個學生他參與的動機 可以高一點 這個學生這個學校風氣低一點 那他可能就低一點點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不會有一個人都一樣 那叫做單變量 那單變量當然不可能 那麼單純啊 參與社團跟 學校風氣和參與社團 它是單變量 可是它社會文化不會那麼簡單 它可能100個影響因素 例如 參與社團跟 學校的課業壓力會不會有關係 有吧 我今天根本沒有課業 空間給你參與社團 你風氣再高都沒有用 所以 學校的 課程壓力 課業壓力或升學壓力 還有參與社團 這兩件事情同時會影響 參與社團動機 那這兩個同時影響一個 我們就稱為多變量 這樣了解 那講到多變量 就進入到高等統計的範圍了 所以以上我只會讓你們了解 我今天不會讓你操作這個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圖表呢 同樣的這叫體驗學習 然後這個叫做海洋管家精神 叫做Ocean Stewardship 那海洋體驗學習 我們剛才講是不是有四個 第一個叫做環境 第二個叫 Utility 實用性 然後再來第三個叫主動 然後第四個叫相關 對不對 這四個它分別跟它的關係有沒有 這就是它的性度 0.8 0.9 0.9 0.91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談的性度跟效度 那今天我們不會談到這一些 那第二個就是 它裡面有包含三個構面 包含了學習海洋啊 然後 支持環境啊 然後跟人與海洋的關係 它有三題 好 那接下來就更複雜了 這個叫做交互作用關係 這個的是海洋管家精神跟國籍 不同國籍 會不會在海洋管家精神 產生不同的差異 所以它這裡 調節的狀況 是他們兩個交互作用 那這裡就是 這兩個交互作用的關係是 0.94 0.49 那直接關係 直接關係是0.09 那這個是直接關係0.16 那這兩個是他們之間的相關 然後 你大概知道我們做出來的研究架構 就是大概長這樣子 這個進入到高跟統計了 所以 目前你們還不用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就是圈圈 叫做變數 框框 叫做垢面 那後面有那個有沒有 一那個叫做殘差 那這個到時候我們再跟你說 所以 整個最困難的就是大概長這樣了 這個是最困難的 這個叫做 這裡叫結構 那這裡叫方程式 所以整個加起來就叫做結構方程式 有聽過這個字嗎 對 這個叫結構 那這個關係叫做方程式 方程式就是進入 那這個就是結構 所以這叫結構方程式 這個就是最困難的 你已經不會比這個更困難了 還有一個更困難 就是跨層級的結構方程式 那這個都是博士以上才會學的 那你們碩士大概就最難就到這裡 最難就到這邊 但是我們鎖上很少到這裡的 我鎖上大概都停留在這個階段 那還有一個 就這個我們鎖上會在這個階段 這個叫做回歸就是 我們剛才講一對多嘛 這個是 一變相 這個是 四變相 然後對一變相 所以 像這個PBI就是這裡 PBI 然後EL對PBI的影響 這是一對一嘛 那這也是一對一 一對一 對他影響 那這個是他經過他在經過他 所以這裡就會有一個 關係就是 我今天的殘差就是 上次我們是不是有畫那個結句 還記得嗎 還記得結句 他是不是有畫那個 他是不是有畫那個 兩個字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就知道 你以為我會有照片 我會有照片 那是獨立的 那是獨立的 那個是獨立的 我們就會有照片 然後有一個照片 你會有照片 我會有照片 照片 当然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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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少 所以 所以 不会说 一定会有一个拮据的 所以 拮据就是这个 02.37 那这边有一个 就是连级 我们控制的连级 然后游泳能力 我们控制的游泳能力 这个你只要放进去 都把它控制掉 还有体验学习 跟它的关系就是0.23 那这个框起来是什么意思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跟你讲 这叫标准化系数 就是因为 体验学习是7点尺度 可是海洋管车精神是5点尺度 你不能说用它1 增加1 它就增加 它的标准差 平均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叫标准化 标准化叫做 减平均数除标准差 这样就公平 对不对 公平就是说 你今天英文如果是70分 平均70分 标准差10分 可是数学平均是60分 标准差5分 那我今天进步的10分 到底算不算好 你必须要公平的竞争 对不对 如果英文进步10分 就代表增加一个标准差 如果数学进步10分 就代表进步两个标准差 那我今天才有办法比较说你到底有没有算进步 我今天如果用除以平均数的标准差 我就说你数学其实进步比较多 因为你进步有两个标准差 如果你没有这样比的话 那就会不公平了 我说我一样英文数学都进步10分 但不一样 一个是进步比较多 一个是进步比较少 所以你要比较的时候就两边要公平 你不能用不同的标准来比 这样了解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标准差 就是0.44 这个就是把所有的变成44% 所以这里面 这个就会超过1 这个会超过1 可是这个不会 这个只有标准差 就只有0到1之间而已 就是百分之多少 因为你都已经标准差完了 最少就是0 就是完全没变 最多就是100% 我跟他一样就改100% 可是这个有可能是增加1 他这边可能增加10分也有可能 这个叫非标准化 叫做b值 β值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这个 这样子 这个就是已经到多变量了 就是同时有三个因素 影响他一个 就是知识环境行为 好 到这里 你会觉得有点困难 对不对 但是只要熟悉你就会了 你大概今天看完了 你的论文 结果到毕业 就只有这个表而已 已经没有更困难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从 你开始分析到结果 好 所以我们就回答到 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毕业了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表 你就可以毕业了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吧 只有几个数字而已 那微容的头上充满 他说我跟不上 好 我跟各位讲 这是你必要能力 会不会觉得困难 你当然第一次接触你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态 你要维持保持的是 这是你应该要懂的 不要觉得说 哇 我选错组 我怎么跑到量化来去看这种 看不懂的 无字天数 不会 因为这一些内容 绝对是在你可以理解的范围里面 绝对是 好不好 因为我们都不会跟你谈到数学 我只告诉你逻辑概念而已 刚刚我也没告诉你怎么算 我只告诉你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心态很重要 对 那对我来讲 我当然 从你们每个人的表情 从你的观察 我可以大概了解到你们对于 学习这件事情的态度 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它不会困难 因为这是你应该要懂的 那 我也不瞒您说 这是我们教育所史上第一次 用质量化这样分 我们以前都会配质量化老师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子分 那这个模式 我个人也不是很认可 因为 就会造成了 你们这边可能学到 隔壁的他可能觉得 这他不用学到 但我跟各位讲 这都是基本能力 不管你是直化量化 你都会用到数字 你都应该要知道 你不可能你研究所毕业人家 告诉你平均数你不知道 这会被笑死 对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组 不管你选择什么 你其实还是可以换组 但是今天所谈的基本能力 这个真的是基本能力 它绝对不困难 对 维隆这样了解 我从你的表情中 要能够让你知道说 你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对 加油 今天所谈到的 其实没有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可以看到的所有的现象 但是内容的计算 这个可能到时候 你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要更沉入一点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 这个表 就是你最后论文的结果了 再上去这个就是进阶版 这个不一定要做 这个呢 就是一定要做 所有人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就是 简单的社会现象 这个呢 就是你是老师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 你如果连 怎么去看 不同组别的差异都不知道 那这个是老师基本能力 对 这一定要知道 那有关于分数的排序 有关于概念 有关于分组 有关于架构 这些都是各位一定会知道的 以上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了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比较简单的操作了 回头来 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 我们会做哪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在做这个 叫研究议题跟研究问题 对不对 各位都已经在做这个阶段了 接下来文献提出假设 我们针对文献我们去归纳出 那你为什么讲说 风气会影响到头路 你要讲理由啊 对 你要足够的理由 就像你会谈到了 那个 你们做什么 我都明明了 嘉珍你是做什么 对 对什么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成效动机怎么测 对刚刚看到你就知道 大概有个概念了 那接下来就是数位平台 哪一种平台 那数位平台 我用A平台会有什么效果 那B平台会在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效果 那你是不是可以比较两个平台之间 我们刚刚讲的体检定 那动机跟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用相关分析 这样概念哦 维隆你在做什么 好 就是跟这个一样嘛 是不是最成绩的一样 那所以 你看你是不是要去提假设 那你再去用数字来去证实你的假设 我们是在做这个过程 那接下来的关键 那你资料怎么来 第三件事情就是 你要去设计你怎么来资料 你可以用刺激资料 刺激资料就是database 你可以用网络资料库 你也可以用辅助学习系统的成绩 你也可以用什么东西 但是你也可以用调查的 像动机这种东西你不得不调查 你要去问他 但问会不会有偏差 会 那你怎么调查 就是你怎么去设计 那刚刚 云轩人问到一个问题 那这么多题 你到底要几题才适当 你们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吧 到底要几题才适当 题目越多学生越不耐烦 因为大家都填到乱填了 所以你要想的是在你研究设计里面 不要让他乱填 所以不见得是题目的多寡 没有一个标准是一定要多少 但是你只要能够适当 因为这中间牵涉了很多因素 一帮你填的人 好不OK 像我们之前就遇到 心意国小做完实验之后 然后老师就跟他说 各位同学 知道你们要写什么 好好写啊 不要乱写啊 人家都跟你们玩了 你们都玩得那么开心了 好好写啊 学生是会写出那真实想法 还是期望想法 当然是期望的想法 所以那个就会有偏差 针对这个 那是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实验 也被我念的时候 你这样做出来的数据 根本就有问题 因为那不是实际问题 那是老师给他的期望答案 所以各位在设计的时候 你要去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说 那你应该给老师那个 有没有 宣读稿 像多益啊 多益会不会影响 会哦 老师的引导会影响到 学生的作答 所以多益一定是什么 波露阴带 你不能讲啊 因为怕因为人而产生五叉 所以波露阴带就没问题 大家都一致 对不对 所以你测验可不可以波露阴带 当然可以啊 那还有时间会不会影响 有 情境 他怎么测 这些都会影响 所以你是要去思考 怎么去调查到真实的过程 而不是说别人怎么用 你就怎么用 情境都不一样 好不好 所以研究设计 就是接下来 这礼拜要写的东西 因为你们交上来 我就跟你们讲 研究架构研究设计 你要开始去想 你要怎么调查 你要怎么收 那我们慢慢的 再去把这部分调整出来 那再次跟各位强调 1月13 如果你照表操课的话 你接下来进度应该都超过1月13的进度 应该是吧 像家真的已经 其实都可以交8月10月了 这都没问题啊 对 但是我们目标不是要在 1月13 我们目标是在 你要会研究方法 这是我的责任 我是研究方法的老师 我要你确保 你可以完成你一份论文 那至于你要做什么论文 要跟你的指导老师去讨论 好不好 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你们 研究方法 你们要会 因为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 他们 我们老师 学生老师就说 没有研究方法都没学到东西啊 学生我会反应啊 你不会学到解 应该会这样 我说研究方法都没学到东西啊 就一直报告一直报告 也不知道为何报告 什么都不会 可是就一直报告论文内容 然后报完呢 还是不会写 回到研究室 老师又重新改了题目 全部都重来 对 所以我们就要去改变这个问题 重点在于你写到能力 而不是在于报告什么 所以我们基本上 不会让你们太多的报告 但是我们还是会让你分享一下 让你练习怎么报告 这是我在研究方法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让你练习 你怎么去报告你的内容 而不是一直在花时间 在做内容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设计问卷 然后调查 那浴室 这个可能等 也就方法课之后 你们才会遇到的 就是你要做浴室调查 为什么要做浴室调查 不是那个洗澡那浴室 是预先测试 有两个目的 一 你那文字学生了不了解 第二个是 你搜索回来的东西 有没有性效度 所以刚刚于轩所提到的 我如果40题50题那么多 我今天把它删减成20题 可不可以可以你只要有性效度都可以 你要确保你这个东西是跟它50题是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体验学习我们是28题 我们后来的学生都把它改成12题 为什么因为它是for小学 他就把某一些题项都删掉 所以就比较不适用的适用我们 那它就要去做性效度是跟28题是一样的 那我就可以说 那我从28题里面选出来 这题目是可以代表这 这12题是可以代表这28题的 可以啊 你怎么设计只要这个东西你认为是合理的 合理的就是说我三次测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但是它是不同时间点 会不会因为你的参与的过程而让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觉得 对你如果觉得它没差 那我觉得这个我是赞成啊 分不同时间点可以克服掉一个叫做CMV问题 叫做共同方法变异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共同方法变异 共同方法变异就是 你今天如果写到 就连续测30题有没有 它都是一样的 它写到后面它就越来越不耐反 就全部都够一样的 这就是共同方法变异 对因为你的方法都一样 然后它就会趋近于同一边 对所以这个的确可以克服掉 我今天测1分之1 再测1分之1 再测1分之1 不同时间点的测试 那是更好的哦 对所以你如果你自己的班 你用不同时间点测 或测好几次 这个都是解决的方式 好那接下来就是问卷回收跟key in 那key我们会key到ecell档 然后再来就是资料减证 反转 然后再来就是性效度分析 好性度我们刚刚有做过了 效度有很多种方式 叫项目分析啊艺术分析 修正问卷跟发放正式问卷 问卷回收key in 然后再来就是roll就是原始档 roll就是原始档 SPSS减证跟反向题 SPSS的性度分析 变数定义跟购面加种 资料分析 好这个流程呢 你们只要做过一次 你们其实都会了 这个你们一定要会 好吧 那我们这礼拜跟下礼拜 就会带大家来操作一下 好首先 我们要先了解 质变数跟益变数 到现在为止 对于质变数跟益变数 不是很清楚的 请你勇敢举手 好1 2 3 ok 是非常好 那我跟各位再讲一次 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我们研究要关注的那一个 是可变的那一个叫做1变数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叫做1变数 那这个呢 我们又称为反应变数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或多个变数 去预测它的1变数 例如我们刚才讲的 像 Moray在关心的是 参与社团的动机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1变数 所以我们要知道 是什么影响到参与社团的动机 这样了解 那云轩你的是 对 恐惧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了解 什么会影响到它对于失败焦虑 是什么影响到失败焦虑 这是你的1变数 因为那我就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了解说 你原来是哪一些会让你的失败恐惧高一点 有一些让失败焦虑低一点的 你前因是什么 那前因就是致变数 而那个致变数可能是你操弄的实验 也有可能是它本来就存在的关系 这样子理解 这样子知道致变数跟1变数了吗 好 我们要知道致变数跟1变数 那致变数有没有可能变成1变数 也有可能啊 例如说失败的焦虑感 跟你的挫折容忍力有关系 那挫折容忍力会不会跟你的家庭背景 受到你家的被影响 有啊 你的家庭背景会影响到你的挫折容忍力 挫折容忍力会影响到你的失败焦虑 所以失败焦虑同时是致变数 也有可能是1变数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个案 所以很多人都在谈 就是说我用什么瑞芳国小的什么 像你用某个学校的什么 那个都不是你 如果你要做这个 你根本就普查就好了 为什么要做研究 不需要做研究啊 如果那个东西是不是一个 真实的理论现象的话 那只是for你这个学校 那只要做个案就好了 可是你可以用这个个案来举例去推估 这个现象是都这样发生的 我去追求一个知识的真实 那母体就是所有的个案的种 样本是抽出来的 我们抽样的内容 这样子这几个 有关于个案母体样本 有不懂的 请举手 可以吗 要诚实一点哦 那都了解 然后我们就往下资料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的那个data 有没有 接下来你就知道data了 那测量水准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P值 就是它的显著性 跟它的所谓的几率 这样就是它的测量水准 这样知道 接下来共变数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partial吗 还记得吗 我们控制掉的那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多变量 它可能会有两个因素同时影响它 它不是一个因素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共变 所以共变你看到这里哦 这里面这个体验学习 跟拐下精神会影响到 到那个知识环境行为吧 你看这里还有个线 他们两个有83%是共变 了解吗 这里有83%是共变 所以你看到体验学习对它0.09 是不是很低 不是哦 原因是在什么 他们两个同时都在解释同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体验学习 其实体验学习对它没有那么低哦 你看体验学习对PBI 其实是0.44 有没有 这是0.44啊 体验学习对PBI 可是你看到这里为什么剩下0.09 因为35%是被谁解释掉 被管家精神解释 而管家精神你看管家精神对PBI 有多少 56% 有看到吗 所以表示说它有44它有56 两个加起来怎么突然变没有了 就像我今天讲说 我的讲话会影响到你的学习 同时呢 你的今天的心情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习 这两个都会影响哦 可是呢 我今天如果要把你的心情的影响因素 因为这两个我们有高度共变嘛 我的讲话跟你的心情会有 像我的讲话跟同学的环境 跟同学的讨论时间啊 我的讲话速度跟讨论时间 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成效 那我的讲话跟同学的学习时间 这两个会有很大的共变嘛 我讲越多你是不是学得越少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的讲话速度解释 你学习成效50% 可是你练习的时间又有50% 可是因为我讲话时间太多了 所以你练习的时间就变少 所以我就把练习时间排除掉之后 你就发现我讲话对你影响 甚至要变超级小的 了解吗 这就是共变 理解 接下来你就 反正就是两个同时音响 它有重叠吧 你把它拿掉就没了 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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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这个也是他 那这个是 然后这里 如果把这个 所以他就算 同伴也是 对 他会把后变的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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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次 我跟他有关的 他们两个会用一下 我教你们的 你的是操作會有一個操作會有的 但是你把這個操作會有的 其實因為他幫你 我把他們操作會有的時間 我把他操作會有的 我把他操作會有的 我把這個操作會有的 這個叫做操作會有的 因為他操作會有的 因為我剛剛是把操作會有的 我把這個全部操作會有的 所以我只是把這一塊操作 所以他現在就要可以 兩個操作放進去他就會算掉了 因為他會算每次 所以他就會去算每個 接下來未來你可以慢慢的知道 其他的我們會下次再把SPSS的操作 再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好今天呢我們講了學術倫理的 那個定書機的事件 然後再來有關於調查的概念 還有資料分析的基本概念 這今天我們最重要的目標是在這裡 然後下禮拜 下禮拜 今天呢最主要是到現階段 我會讓你知道你們產出的結果是什麼 那我們從目標導向去了解到整個 內容這樣子 好下次我們就會講相關研究法 那還有觀察研究法 那這兩個請你第九章第十章請你看完 那如果我們今天講完相關研究 你再去看相關研究 你就會發現滿簡單的 就是那個概念而已 就是兩兩相關 還有多變量跟單變量 那觀察研究法是直化的 但我們也會跟你們談 知道怎麼去做觀察研究 那下禮拜一樣我們會 讓你們操作我們今天還沒有操作完的這個步驟 所以還沒有裝完的請你裝完 然後圍龍想到有一台電腦來 對你來講會有一些幫助啦好不好 那我的目的要減少你們的學習焦慮 你們的學習焦慮的產生有很多因素 一沒有成就 二太困難資訊量爆炸 那對我來講 我很重要的是要讓你們能夠學習到這一些 克服你們的態度問題 那你們就可以好好的去做囉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 你們的Rubio的這個 我會再盡量改完 然後再傳上來 那因為在大家在傳上來的過程中 就是有一些你都沒有 我會給你追蹤修訂嘛 會給你改 請你都處理完好不好 給我新的檔案 你不要把我給你追蹤修訂 那些都沒改 我會越來越改越複雜 你要的意思嗎 我如果給你追蹤修訂 你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 那當然最快的是你全部接受 但我不希望你這麼做 因為你又不知道我到底改了什麼 我希望你一個一個去 如果覺得這個東西是OK 你就接受 因為我有一些是框在裡面的 像我會框在你說你這一段應該補什麼 以上所應該要補什麼 不代表你一定要補喔 我只是給你建議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研究 那我會給你從我的想法裡面 建議你可以補哪一些 那你們一步每一步每一步 只要你按表操課 其實都會發現 其實已經有初步的架構了 那接下來只是把你的論述 能夠更完整而已 那如果像家政啊 像玉姐 這個都差不多超過我們 小論文要報告的內容 可是我希望你能夠把它完成到前三章 那等到你開始跟老師做研究的時候 你其實就很快的就可以上手 就可以去把每一堂課所學到的補充到你的論文裡面這樣 好 以上 記得今天回去要寫那個 回饋喔 有問題請跟我說 好 下課 下課囉 謝謝老師 拜拜